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情人节马上到了 你有对象了吗 有的呢继续往下看 没有的更要往下看 没准学会我这套骚操作之后就有了呢 那这期呢就来讲讲大家很期待的话题 去餐厅应该怎么点葡萄酒的 情人节点酒装逼宝典马上开始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那其实餐厅点酒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但是里面大有学问 今天呢我就教你几招百事百灵 绝对能点到你心仪的酒 首先呢我发现一个共同点 就是大家去餐厅的时候 当那个试酒师把一本厚厚的酒单放到你面前 你的心里其实已经开始慌了 呃...呃... 你来点吧 我真的都可以 我都好 我没关系 你来吧 看着我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微笑的接过那一本酒单 你这么做呢在对方心里就已经非常加分 不仅是男生我觉得女生也是 大家觉得逢酒的女生很加分的在宫廷扣衣 那我今晚呢要去餐厅 所以呢可以给大家拍一下实战去餐厅点酒会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我就跟你分析一下一般酒单都长什么样子 我们要打败敌人就要先了解敌人 酒单的第一页呢通常都是按杯点就是Wine by the glass 后面的那些页数呢就会是按平点 那我们来先说按杯点这个选项这个简直就是送分题 而且呢很适合约会对象不是很能喝的 那为什么叫送分题呢 因为通常按杯点呢选择不会很多 主要分为以下四大类 气泡酒 白葡萄酒 粉红葡萄酒跟红葡萄酒 那现在呢我就教你怎么按杯点最安全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约会对象说 你平时喝的都是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呢 如果他说我比较喜欢喝白的 你就在那白葡萄酒内来 你就不管它是什么品种 你就选价格居中然后偏上的就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些按杯点呢都是试酒师选出他们餐厅比较受欢迎的酒 所以盲点一般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情况就是如何按平点 如果你的约会对象就像Ivy这种酒馆 按杯点就非常的不划算 你买单的时候你就知道 我们来讲讲按平点呢又有什么招数 首先按平点呢它分的是产区 而不是像我们刚刚按杯点的分种类 那一般呢就会分什么法国产区啊 意大利产区啊 美国产区啊 西班牙产区等等等等 通常呢酒单上只会有一个年份 一个酒庄的名字 最后就是我们的价格 我怎么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这个好不好喝呢 这是不是我要点的呢 那说句实在话如果你不是那种月酒无数的葡萄酒大师级别 你是根本不可能从酒庄上就可以判断出味道 那我平时去餐厅点酒75内心也很猛 因为葡萄酒酒庄真的是太多太多 我觉得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酒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要使出我们的宝典第一招 门当付贵法 你说这么多产区你不知道选哪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比如说你今晚去到了一个法国餐厅 你就锁定法国产区 吃的是意大利菜你就锁定意大利产区 美国菜你就锁定美国产区 非常好懂 那锁定了产区之后我们接下来第二招 不止下问法 大部分有酒单的餐厅一般都会有一柜试酒师对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去餐厅喝的酒 一般都比我们自己在外面买的贵的很多 那贵的这一个部分呢不只是餐厅的环境啊 你贵的这部分呢是你有可以问试酒师的权利 就相当于这部分钱你已经花了 不问白不问你要不吃下问 但是要怎么问呢 这就是一个艺术了 怎么问才不会让你的约会对象觉得你很外行在装懂 那下面我就要教大家应该怎么问 首先你是最了解你自己的口味吧 那你要从你的口味入手越详细越好 那你可以这么说 哎你好 我呢今天想试一下你们的意大利产区的酒 我平时自己的口味呢 比较喜欢红果味比较多的 像什么草莓啊树莓啊 最好的后调带一点点花香 酸度不要太高 你不要太色 哎您看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这个时候呢有经验的试酒师已经很有底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点到你的酒之差最后一步了 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价格 很多人有一个顾虑就是怕试酒师给你推荐一个贼鬼的 什么998之类的 你又不好意思在你心仪的对象面前显得小气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到下面这一招 眼神暗示法 那说完你的口味了之后呢 你可以打开酒单 就随意啊随意的指一个价格 你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你就看着他的双眼 你说我要一个价格差不多在这个价位 那试酒师这时候就能get到你的口味 你要的产区还有价格 如果餐厅没有试酒师怎么办 那你就锁定你的产区 选一个你可以接受的价格 OK 那点酒的话 刚刚那几招就已经够你用了 绝对能点到你心仪的酒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天真 让你更尴尬的试酒部分来了 那一般整个试酒的过程呢 会是以上这个样子 首先你点完酒了之后呢 试酒师会把酒拿过来给你确认 这个时候你要看的是什么呢 是酒标商的年份跟名字 是不是你刚刚点的那一瓶 之前呢就有餐厅的服务员 误把两万多块钱的葡萄酒 当做18块钱的酒上 这么好的事情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 是哪个餐厅啊 下一步呢 你就可以拿手杯去测探一下瓶子的温度 白葡萄酒呢 如果你觉得不够冰 你可以让试酒师拿一个冰筒过来 接下来呢 试酒师会打开酒瓶 把木塞放到你的面前 这个时候呢 会有很多人会把那个木塞拿起来纹一纹 但是呢 我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看起来很外行 因为纹木塞呢 是纹不出个理所以然 我觉得只是一个装饰用 或者你可以带回家做一个纪念品 接下来呢 试酒师会在你的杯里倒一点点酒 然后就站出来让你去瓶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想 倒这么少的酒 他在等什么 那我要说什么 我觉得呢 这个才是试酒的整个最最最最重要的环节 因为呢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发现酒有问题 是可以退回去要一瓶新的 正确的做法呢 是拿起酒杯晃一晃 看看呢 酒的颜色有没有浑浊 再闻一闻 作一口 这个时候你要闻酒 有没有一个湿报纸的味道 或者呢 是非常明显的氧化了 像醋一样的味道 有的话呢 就证明这个酒可能受到了木塞污染 或者是呢 储存不但给氧化了 你呢 可以要求试酒师换一瓶是完全合理 OK 那如果酒没有问题呢 你就可以跟试酒师说一声 OK 那这时候呢 整套点酒就完毕了 你们就可以开始 你们甜蜜蜜的约会 我不是说你没有对象呢 你没有约会 那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看完这期 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尊尊教导 自信的去吧 点酒 点 那脱单了呢 记得请我喝酒 不许滥帐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三连一个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